大家好,我是小童 今天介绍自制鱿鱼丝 大家都喜爱的休闲美食 用新鲜的鱿鱼来做 不用担心各种添加问题 口感还可以自己掌握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和订阅吧 选用整条的鱿鱼清洗干净 沿着中线把鱿鱼桶剪开 去掉内脏、软骨和鱿鱼头 再把鱿鱼去皮 切下尾部备用 鱿鱼净肉焯水三分钟 直接放入冷水快速降温 保持鱿鱼肉质的弹性 焯好的鱿鱼直接加入白糖、盐、鸡精 搅拌均匀后放置冰箱冷藏过夜 让鱿鱼充分入味 调好味的鱿鱼肉最好用烤肉夹子固定 让肉片平整 放到干燥机中 100华氏度 热风干燥8小时左右 干燥好的鱿鱼片放到烤箱中烤制 350华氏度 15分钟左右 中间翻面 烤到两面焦黄即可 趁热把烤好的鱿鱼片 撕成细丝 美味的鱿鱼丝就做好了 自制的鱿鱼丝吃起来放心 还可以根据喜好调整软硬口感 非常棒 喜欢的朋友你也来试一下吧 下期再见